没有人完美 我们只有九九点七 爱乐电台FM九九点七 数位平台无远福建 好戏登台 请您上座 生生婉约 百转千回 带您追溯昆曲艺术的前世今生 不止有好戏 欢迎收听台湾第一个昆曲广播节目 不止是昆曲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来到不止是昆曲 我是刘嘉瑜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 即将在我们一开始开春 大家就可以看到的一出好戏 那就是2月11 12号两天 在中山堂 由唐文华以及温宇航两位老师 所带来的新编金昏大戏 虎福风云 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 这出戏当中的最重要的角色 男主角温宇航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 老师你好 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今天大年初八 我们要先讲句吉祥话 祝大家兔年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 是 我看现在好像很多都是用到同音字 什么红兔大展 对 不过经过了三年的疫情 我想大家对新的一年都充满了期待 希望真的是平平安安 然后我们可以好好地回复到正常的生活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了这出大戏 其实在年前老师们就已经开始排了 而且这出戏真的就是为了纪念在去年10月10日去世的我们非常尊敬的曾永毅老师 曾老师在2022年去世之前 其实曾老师已经知道这出戏即将要上演 我们看到了曾老师好像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的理想 所以我们把2024年排期的这出戏整整提前了一年 放在2023年的2月份这个档期来呈现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曾老师 曾老师知道这个戏即将要马上就要排要上演 其实心里非常高兴 只是可惜还是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就是用这出戏来纪念我们的曾老师 把老师最后写的这个剧本 把它用最完美的呈现来告慰老师 是是老师真的是一生为了戏曲 真的全心全意的奉献 不论是他的研究或者说他的创作 然后他也真的是为了整个戏曲的环境付出非常多 温老师是什么时候跟曾永毅老师认识的 曾老师大名鼎鼎 其实我很早就听到曾老师的这个英名 那个时候还是在美国的时候 是您在美国牡丹亭 对的 那个时候我们常跟台湾的曲友一起在一起唱 或者在一起玩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聊到曾老师 真正到了台湾以后 其实曾老师对我们非常多的 这个各个方方面面的帮助和提携 比如说我刚刚来台湾的时候 那是2006年的时候 蓝亭昆剧团 还不是进入国光的时候 不是进入国光 蓝亭昆剧团开团大戏施侯记 曾老师就特别的来鼓励我们 到后台来看望我们 然后我们转过年来 2006年我们要 我们想要去那个第三届苏州昆剧艺术节 那么曾老师也是作为我们的领队 带着我们 带队 带着队去苏州 所以说曾老师不仅仅是说 作为体制内的这些个公营剧团 进行这个帮助 其实对于民间的剧团 能帮则帮 就是能够替我们找资金 就找资金 能够亲自出马带队 那么就亲自出马 可以说是就是每一个剧团 如果说有需要老师帮助的 只是老师都会义不容辞 所以老师他不只是在学术上面的研究 其实他在实际上面给予各个团 就是传统戏曲的这些团队 其实很多的参与跟帮助 是 其实老师除了自己写书 上教课以外 那么对于民间剧团 就是或者是剧团的演出 实作 或者是这些都帮忙都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说老师可以说是在各个方面 对于台湾戏曲艺术 而且是各个剧种 各个剧种 无论是京剧昆曲或者是歌仔戏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个民间小调的 这些个民间剧团 其实多有帮助 是是 那这一次的这个虎福风云 应该不是您第一次接触到 曾永毅老师的剧本吧 对 曾老师这个二三十年来写的剧本 写了很多 我不是第一次接触到老师的这个剧本 那是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 我就演过曾老师的那个梁柱 梁山博与注音台 那个是国光剧团的一出一出过去演过的戏 那不过过去演的戏呢 是诸位老师每个人一场那样的那样的演出方式 那么2000人2011年的时候呢 我把我的学妹我的师妹 这个魏春荣把她请到台湾来 我们两个人重新做了一个新的梁山博与注音台 仍然是曾老师的本子 那我们把从这个戏呢 把它拿出来重新的架构 重新的排了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稿 其实挺受欢迎的 无论是在这个台湾这边演出 或者是把它带到那个北京的国家大剧院 其实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也是这出戏 第一次正式的回到北京去演出 就是离开 就从牡丹亭离开北京之后 第一次回去 第一次拿着大戏回我的家乡去演出 那我们称之为一锦荣归 就是曾老师的本子 那么我这是第二次演曾老师的本子 那么这出戏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梁柱它完全是一个爱情题材的戏 那么这一出戏呢 这个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感 就是很不一样的题材 那么当然了 就曾老师来说 是信手拈来 这个写得非常的 这个写得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有历史感 那个人物也是很突出的 所以说这个剧本 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剧本以后 我觉得心里蛮舒服的 为什么呢 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 可以表现的这么一个 可以非常有表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拿到这个剧本以后 其实我还蛮期待的 其实这个剧本 虎福风云 听说是特别为了温宇航老师 量身打造的一个剧本 对 那么那个 我们其实也是很期待 曾老师能够给我们再写本子 那么曾老师呢 也非常的乐意 来给我们量身打造 所以呢 其实一拍即合的事情 尤其是曾老师给我们选的这个题材 信邻君切伏救赵 这个信邻君的这个人物 其实呢 是怎么说呢 蛮符合我这样一个形象的 小生 一个年轻有为 然后呢 这个非常的忠心 但是呢 也有很有魄力 那个深情有爱 我觉得这么一个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就非常适合我来把它表演出来 所以呢 曾老师也觉得 这个很适合宇航来演 同时呢 也上请我们的这个头牌的这个堂哥 堂哥 堂文华老师 来演里面其中的这个这样的谋士 谋士这个猴云 那么其他的我们那个国光剧团的资深的老戏谷们 分演其他的各个各个角色 所以说这个人 这个出戏呢 他的这个演出的团队 实力其实是很坚强的 是 每一个都是老戏谷 演出来的演出来的戏 他必定是好看的 呈现出来一定是蛮不错的 是 这出戏呢 其实马上在一过完年就要登台了 2月11号 2月12号这两天是在中山堂演出 但这个剧本虎福风云 他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呢 这个战国时期 那个秦国最强了 那个秦国要并吞赵国 那么那个魏国跟赵国 其实他们是有联姻的 有联姻 尤其是那个这个魏公子 这个吴继 这就是我们说的信陵军 信陵军的姐姐嫁到了 嫁到了这个赵国 嫁给了另外一位 那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 平原军 所以说呢 他就觉得他好像有义务 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既然是魏赵联姻 所以呢 他们有很强的这样的邦仪 他要这个叫要救赵 要救赵 但是呢 他跟他的这个 这个义母兄弟 义母兄弟赵王 赵王之间呢 他们互相会有猜忌 也就是说赵王猜忌他的弟弟 他的这个义母弟 那到了这个时候 关键时刻呢 他就把这个虎符啊 调兵遣将的虎符 时常的就是挂在腰上 挂在腰上 那么就有了这么一个谋士 叫做这个侯营 给他出了这么一个计策 让他把那个虎符窃出来 然后呢 到边境和那个将军和服 然后和服夺军 然后呢 去救这个赵国的事情 所以他是有一个 他是有一个历史史实 放在这边的 那么里面呢 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 除了我演的这个信陵君以外 他的谋士侯营 他的那个长兄 这个就是魏王 还有一个就是切符的那个执行者 他的嫂子 他的嫂子 这个叫做这个如鸡夫人 这四位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核心 针对的就是那个虎符 这怎么切这个虎符 怎么切这个虎符 这个虎符 他是怎么说呢 这个计谋 是怎么被酝酿出来的 是由谁酝酿出来的 那酝酿这个人物 酝酿出来的这个谋士 他是怎么进入到这个决策圈里来的 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整个的故事呢 都是就是突出这个虎符这件事情 到最后呢 虎符和军就夺军了 夺军了 也是打败了秦军 但是呢 这几位义士 他们都知道自己 是不可能在活于世 在那个狗活于世上 所以呢 他们都以这种各自的方式 都自尽 所以说呢 这个也可以说是满台的中列 他突出的一件事情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承诺 人与人之间的这样的信 这样的一个情谊 这样的一个信誉 把这些东西放在自己生命的前面 所以这也是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精神 跟我们今天的想法完全不一样 我们今天呢 你要不想干 你不想干我就辞职了 辞职 辞职我不干了 是吧 或者是我远走他乡了 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那个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对了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 但是那个年代的春秋战国的价值观 不是这样子的 他就是对于一个人的忠心 对于这个就是对于国家的忠心 对于君王的忠心 那么对于朋友的这个情谊 都摆在自己生命的前面 生命是被看清的 然后但是那种承诺 一诺千金 这件事情反而是最重要的 这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指标了 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东西还是 虽然说这样 动不动就抹脖子 要不动就上吊这件事情 不值得提倡 但是呢 重情义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财富 是 那在这个故事里头 其实他最重要的这条线就是姓林君的这条线 那其他这几位重要的角色 您刚才说有另外还有四大角色 四大角色 对 那么其他的都是围绕着这个 围绕着这个姓林君这个人物围绕着 那么第一个我们把它分为五场 第一场戏 第一场戏就是他们兄弟情节 魏王和这个姓林君 他们下了一盘棋 这盘棋没有下完 这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棋局的过程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魏王和他的弟弟 他们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通过棋的棋语 通过棋语来表达他们两个人互有这样的一个 互有心结 互有心结 互有这样的一个 哇这下棋好复杂 这样很复杂 这主要是呢 在下棋的过程当中呢 他们听说赵国的国君 就是那个带着大的队伍 离边境只有四十里了 只有二十里了 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必近 他们认为呢 这个那个编报紧急 可能是有赵国来犯 可是呢 姓林君非常非常的坦然 非常非常的自在 他说哥哥你不要害怕 他们不是来侵犯我们的 他们是来狩猎的 他们是来狩猎的 到最后呢 第三次的编报 说确实是狩猎的 大家伙呢 就是这个警报解除了 警报是解除了 但是呢 猜忌反而更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凶王 他怎么能够容忍 姓林君 有自己的情报系统呢 也对 所以他养克三千 这件事情 就是让这个统治集团 感觉到他在有 他有自己的人马 这个东西是不被统治者 所能够建容的 对 所以呢 就把他这个说 荣华不改 但是呢 要居家敬养 你看你有病 你看你有病 他直接说弟弟有病 说你有病 然后呢 就要求他居家敬养 也就是说 就等于把他像软禁了一样的 这是第一场 那么第二场呢 就是居家敬养呢 他就没事干 他就去 就访求闲事 访求闲事 那么他就听说 在这个 宜门那有 有一个淫者 叫做 叫做侯盈 他就一而再 再而三的去拜访他 就像三顾茅庐一样 是 去拜访他 他没有乖乖待在家里 其实没有 没有乖乖的待在家里头 他还是有出门的 不像我们现在防疫 不能出门 对 那么他就去 迎接这个侯盈 这个侯盈呢 也是试探他 试探他 没有直接上车 就跟着他回到府邸 而是呢 带着他 四九成的转 带着他去了图室 就是杀猪的地方 杀猪 屠宰场 为什么要这样 又脏又臭的地方 我演的这个戏凌军 他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坦荡 没有感觉到 和普通的老百姓格格不入 这样的一个性格 受到了在场的老百姓们的 那个赞赏 爱戴 对 所以呢 他就觉得这个人物 这个人是可以为他服务的 侯盈就暗暗观察 暗暗观察 所以说他就说 哎呀 你知道吗 我已经为你献了首谋 什么是首谋 你看 你看人人都说 信凌军这个平一近人 却说我这个老头 如何的拽 哎 对了 用我的骂名 来成就 换你的 对 换他的英名 所以呢 这是首谋 从此以后呢 他就变成了三千养克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非常受尊重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谋士了 哦 所以这个侯盈是这样子 成为信凌军的谋士 是的 是 那么第三场呢 就是 已经出现战争了 出现战争的战况了 秦国围兆国 那么他的姐姐 就是那平原军的那个 那个夫人 回来搬兵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魏王 肩不出兵 肩不出兵呢 然后这个 信凌军啊 他把他自己的那个 那个手下 就是门下 门下 门下客 都召集在一起 要上战场 这件事情 他自己要 对 他要奔赴战场 可以这样吗 在那个时候制度下 其实是散兵游泳了 他不是正规军队了 是 他不是正规军 就是门下客 可能就是三教九流 什么都有 反正就是 其实都是义士 是义士的群体 等于个别参战 个别参战 那就奔赴邯郸 那在奔赴邯郸 之前呢 就是他去找了侯颖 侯颖非但没有 给他出主意 还损了他一顿 他就很负气 然后他就上路了 走着走着 他就觉得 怎么这不对劲呢 我平时 我对他挺好的 他今天怎么这么对我 他突然一根弦 他想明白了 我肯定有什么地方做错了 他就去而复返 回来再次请教先生 这个时候先生哈哈大笑 说这个 我跟你说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对了 然后呢 给他出了这个主意 让他窃服 谁呢 如鸡夫人 请如鸡夫人去窃服 这个 但是呢 这个 他知道了这个计策以后 他其实是心有疑虑的 对 心有疑虑的 因为他知道 这服虽然能够窃来 同时也把如鸡夫人毁掉了 对 陷于不义 对了 陷于不义了 那第四场就是窃服 第四场就是主戏 就是魏王和如鸡夫人 他把这个魏王灌醉 把服窃过来 就是这一场戏 那第五场戏呢 当然就是发兵 发兵 这个戏里头呢 从序到这个时候 到第四场 其实呢 是用盗序的方式来演出的 到第五场啊 盗序里边有盗序 他不是按照时间的推移 说战场上如何 而是在跟侯营拿到了这个窃服 来商量后面后当如何的时候 先把见到那个禁闭老将军的那样的一个情景 先进行了一个模拟沙盘推演 然后才上了战场 是这样 禁闭老将军 禁闭老将军 实际上呢 就是在这个赵国和魏国边界 那个驻扎十万大军的这么一个领军的老将 边关的老将 边关老将 就是他拿着另外一半的服 一半的服 拿着另外一个 要合起来才能吊兵 合着服才能吊兵 是 所以说这场戏呢 他是以盗序当中的盗序的方式 来写这个剧本 那么模拟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么到最后呢 禁闭老将 虽然说合服了 但他还有怀疑 他说不行 这个我得回到都城 再问一下魏王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怎么能让他去回去呢 那他旁边带的这个猪害 就是这个杀猪的这个门下客 也是姓陵军的门客 当场把他击杀 所以才有了和服夺军 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呢 大兵就是出征 这样子 最后呢 有一个大的开打 大的开打之后 当然就是诸位勇士 就是 以牺牲 对 为了忠义 而牺牲 是这么一个很有历史感的这么一个戏 这个戏呢 满台的忠烈 没有什么太多的男还女爱 就是很有历史感 是 好 这个就是即将要演出的这个 新编金昏大戏 虎福风云 原来是这样子一个故事背景 那今天为您做介绍的 就是在这出戏里头担任主演的 温宇航老师 他要演出信林军 那么聊到这边 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回到 不只是昆曲 今天在大年初八 由不只是昆曲 来陪您度过 新年假期的最后一个晚上 为您介绍的就是 即将要展开的大戏 2月11到12号 在台北中山堂带来的 新编金昏大戏 虎福风云 为我们介绍的 就是这次担任 演出信林军这个角色的 温宇航老师 老师 这个剧本 他其实是曾永毅教授所创作的 那曾老师在创作完这个剧本之后 你们大概有多少的时间 慢慢的来了解这个剧本 然后来开始排练呢 其实消化这个剧本的时间便不长 不是慢慢的 是快快的 是快快的 那么其实这个剧本呢 本来是2024年的这个 一个预计会演出的这样的一个剧本 整整提早一年 整整提早了一年 我们整个的这个戏呢 是在大概在11月18号 我们才开始启动的 去年的11月18号 我们的最后一档大戏 《西香记》之后 我们才开始真正的来启动这个剧本 那个时候差不多曲子也都到位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要背都背 要排一排 那么现在在节前 我们就已经都 我们都已经把它做了第一次的 这个初响牌 所以过年之前 你们已经先响牌过了 对 那么过年之后呢 我们会进行这个比较 比较那个集中的 集中的响牌 然后彩排 然后紧接着就演出了 实际上很快的 那这个戏呢 过去那个老师写的大概有八场戏 那他时间是比较长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戏 把它浓缩到五场戏 浓缩到五场戏 那这样的时候 有些个人物呢 比如说 一开始我们想设定的 这个唐文华老师 演这个猴云和魏王两个角色 一人分饰两角 这个是一人分饰两角 但是呢 我们在具体的操作上呢 我们觉得好像换装的时间啊 比较不足够啊 整个人物形象要大换的话比较难 因为猴云这个人物 他是一个老者 老者他大概带着白满 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魏王是一个年轻人 你看那个信宁君才二十出头 他哥哥也就二十几岁 所以说魏王和这个猴云 两个不同的人物 他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 把人物形成 改办成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们之间就是连着的两场戏 对 所以说我们就把它拆开 那么唐哥专门的来演这个猴云 那么魏王呢 由慈爱 那个周慈爱来演 是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分工起来呢 整个就比较比较顺当了 是这样子 是 那在这个剧本当中 因为你们是金坤大戏 这个金跟坤怎么样融合在同一个剧本里头呢 金坤大戏是老师给我们设置的这样的一个 整个音乐上的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想象 老师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给我们做的填词 那主要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比较情绪性的这样的桥段描写 用昆曲的方式来呈现 那么故事性比较强的桥段呢 就用金句的方式来呈现 这个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约的 就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构想吧 这个也可能有一些个地方呢 这个有一些个地方呢 超出这个范围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路数了 这样的一个路数呢 可以发挥金句和昆曲两个不同声枪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了 总体来说都是很传统的 我们并没有想要把这个戏搞的一个什么 一个全新的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网网这样的一个制作了 就是比较一循传统 其实这也是曾老师想要给我们提出来的另外一个要求 我们也是遵照曾老师想这个生前他想要的那样的一个模式 那个样式 用一个用一个虽然说这是一个新的作品 但是呈现出来的有秀旧如旧的感觉 他不要舞台上的华丽灯光新的表现方法 然后他没有要太多现代技术 太多现代技术 对 就是原原本本老老实实的演人物 听唱腔 看呈现 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也是遵照老师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把这东西把它呈现出来 所以你们在排练的时候也并不是说 温宇航老师都是用坤的方法演出 然后淘文华老师都是用精的 不是用角色人物来区分这个精坤 不是 他是用剧情 用情节的方式来呈现精坤的 对 所以说我也唱精的也唱坤的 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温老师有私下跟我说到说 其实曾永逸老师他非常厉害的 就是他在写坤句剧本 尤其运用曲牌这方面的功力 老师要不要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曾老师写的这个坤曲的填词 完全都是按照格律来填词的 就是最传统的 对 他是按照规范 坤曲这个填词的规范来写这些词的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所遇到的这个 比如说这个满江红 满江红这个曲牌 他这个词格是什么样子的 他就按照这个词格来填评字 来填长短句 那都是按照规范的 那你有了这个规范 那么作曲他就比较好做 比较好作曲了 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个新的剧本 怎么听怎么都不像昆曲 说你这写的这个曲子怎么不像昆曲呢 那作曲的老师也很委屈 他那个词本来就不是昆曲的那个词格 你要让我做出那个曲子来 他说不太可能 对呢 因为首先不规范 所以呢 曲也没办法 后续也使得不规范 那个是有一个因果的 可是曾老师没有这个问题 曾老师完全是按照规范来填词的 这是第一 再一个呢就是曾老师 比如说之前我演过的这个梁柱 他因为他是纯昆曲的 所以呢 昆曲不是曲牌体 昆曲是曲牌连套体 不只是曲牌而已哦 还要连套 还要连套 解释一下什么叫曲牌连套 曲牌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个体 个体细胞 他要把这个 他的这个曲风 格律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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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形象 还有他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怎么说呢 调啊 弓啊 弓调啊 要相匹配的 那这些个因素 都要相匹配的这些个曲牌 把它连成一套 形成了一个曲牌 一个曲牌的一个 一组 对 一组 对 一个套 一个套体 所以呢 光说曲牌体 是不完全准确的 必须要说曲牌连套体 那个才能够完全 就是完整的 来呈现这个昆曲的 这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现在呢 我们很多的新编的戏 都是曲牌个体 我觉得这个四 这个五爪好听 我就拿来了 就抓来用 我觉得那个满江红好听 我就拿来了 我觉得那个好听 他都是各个曲牌 这个不是按照 公调格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它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呢 也没有什么公 也无所谓什么的 这个 也什么 其实用我们今天说的 就是这个 瞎凑 讲好听叫做拼贴 拼贴 拼贴 那么曾老师 他应该说是我们 今天所能够见到的 那个最后一位 是用曲牌连套的方式 来写这个曲子的人了 那么曾老师写的这个 他真的是按照 按照古法 古法按照格律 把它呈现出来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文学上的这样的高超 是这个 都完全的呈现在 这样的一个 这个剧本的创作当中 是是 所以这个曾老师的剧本 其实真的是有他一个 学者的风范 是 他的架构 是 在里头 是 对 那但是有人都说 曾老师的剧本很难演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曾老师的剧本难演 是在于曾老师写的那个文采 他比较难懂 太深了吗 比较深 然后呢 如果说真的是没有深刻的领会 有些个那个用词浅句 我们只是表面的 只是表面的背诵这个词 其实你就觉得 哎呀 是不是有点绕口 绕口 我们平时可能很少接触的一些个 一些个成语啊 一些个浅词用具的方式啊 或者是曾老师有些个习惯性的一些个表达方式 所以说有接触少的人 就会觉得 就会觉得曾老师的本子比较难念 曾老师本子还比较深呢 不那么生活化 对 没有很生活化 没有很生活化 但是呢 我们又有个方式 就是当我们深刻的理解了老师的本子以后 我们尽量的把曾老师他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把他在舞台呈现的时候 把他厚实化啊 用我们坚强的这个表演功力啊 或者是城市化的形式啊 把他完全再包装的时候呢 这个戏呢 他就这个他就怎么说呢 在表演上就不会觉得很格式 或者是说这个看起来很尖色 而是那个用我们行云流水般的表演 来呈现这个样的一个剧本的时候呢 大概就觉得这个本子还是蛮好看 就生动起来 所以意思就是说 要演曾老师的戏 其实真的是要硬底子演员 就是你本身要是在这个领域里头 已经有很多年的这个功力了 你才能够把曾永逸老师 他比较古典 而且非常富有文学性的这些词句 结合在一起 带出一个很有厚度的声明 需要有非常强的手段 非常多的方法 来呈现曾老师的剧本的时候 这个剧本 这个戏演出来才会好看 如果说是平平淡淡带过 就没有办法呈现曾老师剧本里边 内涵内在的东西 那老师你这一次演的是信凌军 你怎么样诠释这个信凌军的厚度呢 信凌军这个人物 我首先来说 用我们今天的话说 他充满了这个满满的正能量 正能量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具备正能量的这么一个人物 他的年龄他非常具有朝气 然后呢 他的想法呢 虽然说他的长兄猜忌他 但是呢 他那个全权报国之心呢 仍然易于言表 就像这个什么一个非常优国优民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再一个呢 他也是一个行动派 虽然说呢 有一点点年轻的这样的一个不计后果 但是呢 他是一个真正正正的敢于做 敢于表达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人物 再一个呢 他理贤下事 才赢得了普通老百姓对他的爱戴 才有一个像杀猪的屠夫 即便就是一个 就像那个社会非常底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普通老百姓都避而远之的这么一个人物 但是呢 在于这个信宁君的眼睛当中 他高手多自民间来 所以呢 我觉得在曾老师的笔下 有很多活生生的 这样的一个小人物的呈现 都非常非常的成功 非常非常的活灵活现 包括像侯莹这样的人物 他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酷守 一个老人 老先生 一个老先生 可能就是看大门的 但是呢 他是一个隐士 藏而不漏的 被他发掘出来了 那这么一个隐士受到了重用 那他当然对他的 对他来说 他一定要对得起他的主人 知遇之恩 对 知遇之恩 所以说呢 这个他的这个信宁君的成功 不是偶然的 是他的 是他的这样那个品格放在这边 使得这个万人拥戴他 那他这样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充满一个非常正能量 一个能量 他的为人 他的处事 他的国感 他对国家的责任 你看说了半天 说了这么多 其实呢 我们都可以 这些个美德 都可以在曾荣誉一老师的身上 可以被捕捉到 我觉得曾荣誉一老师 给我们的 其实就是这么多的正能量 老师一直都秉持这些东西 这个潜移默化的 被放在信宁君这个人物上 写进了剧本 实际上呢 也是曾老师自己自身的 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写照 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 爱戴我们年轻人 提携年轻人 其实像安琪老师 像沈慧如老师 陈芳老师 这些他的这些个爱徒们 包括李慧绵老师 其实都是受到了曾老师的提携 这些晚辈 那我们更是晚晚辈了 那么也都是受到老师的提携 那个有什么忙就帮什么忙 对 那么这些东西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这都是曾老师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品德 义无反顾的 这个就是带领着我们 说要写剧本就写剧本 要带对就带对 那这个东西 就像曾永逸老师的名字一样 永逸 是 所以我们把这个剧本写出来 写出来 或者我们把这个剧本演出来 其实都是对老师的一个 就怎么说呢 对老师这个非常的爱戴 对老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怀念 是 其实去年10月10号 老师去世 很多在传统戏曲界的老师朋友们 真的非常的伤心 我记得我们本来要邀请这个李嘉莲教授 东海大学的李嘉莲教授 来节目当中做几集的介绍 就他说他太悲痛了 他没有办法 就是他整个心都在这件事情的伤心上面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来准备 所以我们演了好久 后来才到节目当中 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才有办法上节目来做介绍 所以曾永逸老师 他真的是在传统戏曲的这个领域 给予了这块土地全心全意的灌溉 那我就有问温宇航老师说 那温老师你那么会做菜 你有请曾老师吃过饭吗 哎呀没有 这个真的是没有 但是呢 曾老师倒是经常请我们吃饭 曾老师有很多据点 一开始就是那个台大 台大里边有一个什么 我一时半会儿我还说不上来 当然了 还有那个台大外边的最红小馆 包括那个这个台大的水源会馆 对很多的据点 我们都是曾经陪着曾老师 一起欢乐 那么在餐桌上受教 哦受教 受教 其实曾老师有些出谋划策 或者是讲一些东西 这个言者无心 听者有意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帮助的 不要以为吃饭只是吃饭 除了填饱肚子以后 以外还要填饱脑袋 是这样子的 那曾老师的确是 每说一句话都是经典 曾老师也很懂吃的 曾老师每次吃完鱼以后 剩下那个鱼汤 一定要拿到后厨去 再给他做个 再做一个烹蛋 拿鱼汤来做烹蛋 对 非常的香 曾老师有些个饮食的习惯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 那么后厨都已经知道 曾老师的他那样的习惯 那一定会有这道菜 你们跟着曾老师才吃得到 我们跟着曾老师就蹭饭了 曾老师气势大寿的时候 所有的学生都来了 就在台大的 我到现在想不起来 好像已经拆掉了 那样的一个在那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餐厅里边 为老师做气势大寿 全员到齐 那个时候真的是想想 想想十年过去了 那么今天我觉得仍然还是 仍然还是一个很好的回忆 那个时候就跟才跟曾老师开始有比较 比较密切的比较近的接触 就是曾老师很够义气 很好爽的人 写出的剧本也很好爽 是 就像这一次他的这个剧本 曾老师其实在这个剧本的前面 他自己有写了一段 为什么有这个剧本 他的一些想法 他当中用了四个字 这样讲起来真的就不只是这个剧本 也是曾老师自己的写照 就是情义无价 对 我觉得情义无价这四个字 就是整个这出戏的一个 一个最好的一个总结 就是这出戏的写照 很好地把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剧情 或者是这个意义把它提炼出来 用这四个字再贴切不过的了 是 尤其是曾老师在最 这出戏的最前面写了一首满江红 是 就像提纲似的 把这这出戏 把这出戏整个的 他的意思都表达在这一段满江红当中 他说龙争虎斗都赋予万古烟尘 就当年的那些个 当年的那些个 这个什么互相兼并啊 战争啊 到今天都已经灰飞烟灭了 那些个历史已经是过往云烟了 只有无价的情义千古传颂 那最后留下来的是人心 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会被永远的传颂 到今天我们还在讲战国时期的 那些个 那些个人人志士 所以说呢 唯将生死报知己 那只要是有知己 对于知己来说 生命不重要 生死不重要 那么那个 至情难素与谁共 你这个有 你有一片的至情 这个最重要 这个最重要 所以呢 他呢 比较遗憾的 就是唱骨肉 功成却嫌隙 这个骨肉之间 却有这样的一个互相猜疑 这对他来说呢 是他人生当中的遗憾 所以呢 使得他心很沉痛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义呢 不仅仅是他 他和兄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情义 他也很注意 他这个 这个 这个 姐弟之间 他的姐姐 嫁给了平原君 嫁给了赵国平原君 他跟他姐姐的关系 是非常的亲密的 他们之间的情义 也都表达的 在这个上面 这出戏里边 也有非常充分的 这样的一个表达 他所以呢 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很注重 亲情的这么一个人物 是 好 那么这出大戏 就是马上就要演出 2月11号到12号 在台北市中山堂 带来的新编金坤大戏 虎福风云 由温宇航老师 台湾华老师 还有国光剧团的老戏股门 大家一起合力演出 为的就是要纪念 这出戏的剧本创作者 也是中研院的院士 曾永逸教授 他生前写的 最后一个大的作品 那今天把这出戏 介绍给大家 也希望过完年 我们大家一起到剧场 来看这出戏 同时我们也一起 怀念曾永逸老师 好 那么今天不只是 昆曲的节目 时间也到了 非常非常谢谢 温宇航老师 为我们所带来的介绍 老师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兔年吉祥 兔年吉祥 我们下个星期天 晚上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拜拜 伤心 乐视 不只是昆曲 给您精致美好的 艺术盛宴 本节目由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赞助播出 开启人文生活美学新风貌 建国工程文化艺术基金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